来到台北市的摄子岛 可以看到白露丝等等水鸟悠悠哉哉在觅食 但我们的尽头要找的不是它们 是一种叫做埃及圣旋的鸟类 爱鸟人士告诉我们 摄子岛的岛头公园多年来有大量的埃及圣旋聚集 但这一趟拜访我们敷了空 只好转向巴黎和关渡等地 一处一处慢慢找 经过几个礼拜的等待 我们终于在淡水河沿岸找到唯一一支埃及圣旋 对比过去爱鸟人士在台湾各地 透过空拍机拍到的数量有极大的差别 对于埃及圣旋的防治能有如此的好成绩 领悟局时科长的语气中多少带点骄傲 毕竟埃及圣旋这样的外来种已经在台湾生根超过40年 它的原生地在非洲大陆 有着洁白羽毛黑色双脚 最特别的是它下弯的黑色嘴巴 仔细看就像是一把镰刀 在古埃及被视为神圣之鸟 自古相传它能带领亡者走向死后的道路 甚至会被制作成木乃伊 大约40年前国内就有一家私人动物园 引进埃及圣旋工人观赏 没想到一场风灾后它逃出园区 民国73年开始 也就是30多年前就有民众在野外发现埃及圣旋的足迹 但当时民众对于圣鸟来台的兴奋多过于担忧 甚至一窝蜂追踪圣鸟观赏 直到106年 它在野外数量已经扩张到超过2000只 到了107年更是飙升到1万只以上 当时全台湾除了花东地区都能看见它的踪迹 其中又以西半部数量最多 旁边上看到密密麻麻的鸟类就是埃及圣旋 因为它们在繁殖期时会群居 严重破坏植被 也压缩台湾原生鸟种的栖息环境 甚至林物局也怀疑它会去食用其他鸟类的蛋 就是如此强势的姿态 让它在台湾迅速扩张 而在意识到它的危害后 林物局和中华鸟会合作 请全台各地的鸟友帮忙监控埃及圣旋的活动范围和数量 接下来就是拟定作战计划 一开始林物局仿效美国经验 在埃及圣旋的鸟蛋上喷上玉米油 让卵中的胚胎无法呼吸窒息而死 但这样的做法在多余的台湾效果并不好 108年开始林物局向警政署专案申请枪支 并且找来原住民猎人合作 共同移除埃及圣旋的成鸟 光是109年就移除掉将近12690只 到了110年年底 野外绝大多数的埃及圣旋都被移除 当年都一共只找到4001只埃及圣旋 正因为移除效果不错 未来埃及圣旋的例子将作为 其他外来种的防治参考 所以我们其实也在跟原住民 我们原本合作的团队 在埃及圣环处理到一段程度以后 他们的量能可以转移到 也参与到预列席的移除 那可能是跟林物局合作 或是跟县市政府来合作 教材都制作好了 就让县市政府其实后续 除了我们办了几场示范的奖心以外 他们后续也可以再招募 愿意参与的民间的参与的人力 我们的策略就是全台要同步进行 但各地都要有足够的人 第一步监测 第二步拟定作战计划 针对物种特性找到合适的防治做法 像是移除埃及圣旋用的枪支 接下来将会使用在绿裂锡的移除上 大方向不变 只要针对绿裂锡的生物特性 再做细部的调整 但光是有了防治外来种的SOP 就真的足够吗 常年和地方政府合作 移除绿裂锡的嘉义大学研究团队 期待中央政府还能做得更多 他们不是专责做这件事情 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要做 所以大部分都是把这个东西 委外去处理 其实经验还有工具上面 资源上面也都不太一样 我们是不是应该在部会这边 中央这边领务局或者是 我们虚目处或者是 反正有一个农委会的一个 某一个对口的单位 那由这些我们大步来统整一下 就是说目前有哪些资源 正因为陈孙文老师身处第一线 相当了解地方政府的困境 他希望中央政府可以有统一窗口 来处理外来种衍生的问题 也好统一分配资源 因为事权不一 资源不均 正是国内防治外来种 面临的一大考验 譬如说目前比较广为人知的外来种 像是埃及圣玄和绿列西 因为是在陆地上爬 归林物局管 而红火椅因为涉及 动植物防疫问题 所以归防检局负责 而水里有的琵琶鼠 大理石纹熬虾和渔虎等等外来种 则是由渔业鼠负责防治 但事实上很多情况是没有办法 用漆地就能厘清责任归属 他把一个池 变成三个池都有的时候 听说他可能是爬过去 好像爬在路上 那我就说那爬在路上是归谁的 所以就会觉得有点矛盾跟可笑 就是政府对外来物种 他们有一个专责的单位 是不是要有一个 整合这些客部会的权责 有一个专责机构 或者说一个协调机制 那目前我是觉得连协调机制的 都还不够强 因为到了渔业鼠跟林物局 因为他就算随着三级单位了 所以当然他会比较站在自己的角度 在看外来物种的事情 所以我们才觉得说 今天如果有农委会本身 他就应该要有一个 因为他是上级单位的概念 他如果就有一个所谓专责的小组 不一定我要是一个常设性的 可以说当我发现了外来物种 根据外来物种的特性 再来找学者专家 跟我们应该负责的单位 然后也定期地去了解 外来物种他现在控制的状况 这个态度我认为是现在农委会应该要有 而不是说一味就让林物局 或是让渔业鼠 好像自己在有限的经费跟人力上 或者说他的权力有限的状况之下 来面对外来物种的问题 林一华认为这个专责小组 可以设在农委会某一个单位里 只要发现外来种 就可以筹措一个临时编制的小组 找来研究该物种的专家学者 和行政部门共同讨论解决方案 如果已经控制得宜就只需要定期检验防制状况 但这样的提议 第一线的防制单位认为 实际上运作恐怕有难度 我们把问题比较限缩的时候 他容易这样子做 可是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外来种问题 全部包裹在一起 它其实相对更加的复杂跟庞杂 当然它可以有一个 不管是专法或专者单位 可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可能 有这样的专者单位 它有足够的量能跟人力跟资源 在政府部门来讲 我们其实就要更审慎地思考这样的问题 否则如果只是一个名义上 有一个单位你要全权负责 可是他没有足够的经费跟人力 那他也调度不了其他的单位 去分工来处理 那那会是一个专者的单位的部分 它包括农序与都有 我们是愿意去配合林务局整个 或是配合相关的单位的部分 整个来去做 我只能强调是说 除非真道现行真的是没有办法做 一定要成立一个专者部分 这个才有必要性 如果没有的话 现在还在能执行的范围内的部分 我们会建议是先检讨盘点了以后 设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更好 我们再来去做 设立外来种防治单位 有没有其必要性 农委会所属的林务局和渔业署都认为 目前还不到时候 他们说世界各国防治外来种的做法都不同 像是美国和中国都和台湾一样 由不同的单位来分别负责 而在澳洲 纽西兰和日本则是由专责机关 甚至是外来种专法 事权确实相对统一 但最终的问题还是在于 人力和资源是否足够 只要足够 不管是由哪个单位来负责防治外来种 都比较不容易卡关 林务局和渔业署也同时强调 防治能否成功 其实关键还是得回到民众身上 因为民众得要有共识 不要做错误的放生和弃养 才不会让外来种有机会在台湾作怪 危害台湾独有的宝贵生态